这个邋遢的四眼宅女 在未来却是被称为人类最强的剑制女王 然而她现在却还是一个连房租都交不起的衰女 我不辞辛苦要找的契约伙伴就是她 这是个神明注视的世界 地球怪物横行 然而祈祷并不会带来恩赐 只有鲜血和挣扎才能取悦于神明 有人说这一切的源头 就是神明需要打伐漫长无聊的时光 他们对于故事的需求从不厌阻 而像我这样的讲述者 负责搭建直播间为神明编撰故事 我走遍世界各地只为寻找值得签订契约的人 他们的表现将会赢得神明的赞助 这是变强的必要条件 因此他们又被称作拯救世界的人 而这些人也被誉为收集者 在我转生前地球最终还是毁灭了 被无穷无尽的怪物淹没 神明不会怜悯世人 因为他们已经给了人类机会 虽然这种机会惨痛而又绝望 然而却是我这样的平凡之辈 永远也难以企及的渴望 江又贤 生于微末死于微末 浮游一世默默无闻 人生充满了遗憾与无力 如果有人给我写卑制的话 大概也就值得寥寥几笔 在地球毁灭 经历了几年颠沛流离的星际漂泊之后 我终于厌倦了这样的生活 没有人会理解 一个后勤兵为什么要冲上战场 去晚就已经陷入绝望的战争 甚至连被我拯救的平民 最终也都没有吐出一句感谢 如同一团毫无价值被遗弃的垃圾 连耗费使用回生药的资格都没有 同伴们留下我慢慢等死 排列在天上的神明 此时也都高高在上注视着我的吧 如果他们愿意向我这卑微的存在 投下一帖的话 这混蛋的世界 去他的神明 如果我再有一次机会 我想要的是 真的重生了 但这个样子 什么鬼啊 系统提示 现在是一名天体公司的讲述组 负责将故事展现给神灵 请尽快选择你要展示的主角 任务成功 转职为天体公司正式员工 任务失败 立即抹杀 任务时间 一想时 是否确认 是 是 必须接受啊 但是手指呢 就算连只手套都会留下一根三叉 但这具身体怎么连手指都灵 画面中显示的那颗蓝色星群 绝对是地球 我竟然重生为为神明编写故事的讲述者 而且还是地球毁灭之前 我奋力前阵 努力将身体前倾 可恶 手短根本够不着爱你 好 我被这一点吓了一口 我竟然变回了前世的容貌 我疑惑难道是自己内心强烈的渴望 所以才成功了吗 殊不知我如此之快化为人形 已经该猛了 然而这不是重要 任务提示是让我签订一个收集者 讲述者和收集者是双赢共生产 理论上来说 任何收集者都不会拒绝这份活 第一站是韩国首尔 我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收集者 而在另一边 天体公司负责引导的资深讲述者 在草草介绍了一番之后 就把这群新来的员工分配到了岗 在他看来 这群人到现在都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出现优秀员工的可能性极低 然而下一刻 我这个讲述者的变身吸引了他的练 因为一般来说 讲述者都要至少两到三周 才会掌握这个技能 看起来这次的选拔也不是那么无趣 但让他意外的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任务实现只剩下最后的三分钟 其他的讲述者都找到了自己的收集者 只有我这位提前变身的讲述者 还没有完成认为 看起来自己还是期望太高了 但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分钟 基本已经结束了 而在地球首尔 我此时出现在一个邋遢宅女的宿舍 终于找到你了 江惠林 在刚到达首尔之后 我立刻意识到自己身处收集者协会的大厅内 这里在世界末日之后已经毁了一代 但现在还是一片繁荣奇想 没时间感慨这些 我匆忙连上收集者协会网络 地图上的红点代表着已经签约的收集者 而蓝点则是为签约的 如果我的假设不错 这个任务是要我寻找值得签约的对象 如果我只是选择一个没有才能和潜力的收集者 那样最终的表现也一定不会令神明了 所能收集的赞助点数也是杯水车薪 但茫茫人海 我该去哪里寻找出众的收集者 这时大厅的保安出现询问我的身份 我现在可没空搭理他 我只是查个人别打扰我 然而这并没有使他立即离开 反而要将我驱逐出去 但下一刻他的手就立刻如遭雷击 电子机械声也在空中响起 系统生成中 他小心地询问 您是讲述者吗 我点头承认 这却吓得他立刻致歉并匆匆逃走 看起来这个身份在人类世界意外好弄 我不再理会 一个小时的时间很急迫 系统面板中可以看到每个人的性灵和名领 但这些对我毫无用处 但下一秒我却呆立在云 因为在我视线所记 每个人的头上都有一本书 这不是创世纪系统显示出的技能 那是不是意味着 这是我独有的个人技能 时间已经只剩下37分钟 虽然急迫 但我还是决定查看一番 我翻开一名路人头顶上的书 下一秒我瞪大了双眼 这本书不仅记录了他的能力 资质 觉醒日期 还展示了他过往的人生经历 大街上都是铜色和银色的书 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话 一定还存在金色的书 书的颜色越好 人生的价值变越高 而从书散发的光芒 也能看出一个人的能力和潜力 如果一本铜书散发着白银的光芒 那就代表着这个人有进阶白银的潜力 这个技能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制 这样我就可以提前判断一个收集者 究竟是否值得潜力 那么现在我要做的是只有以前 就是到蓝点最多的区域 寻找最有潜力的那个人 想到这里我迫不及待发动传送 然而18分钟后 我精疲力尽的瘫倒在广场 竟然一个有潜力的收集者都没有 只剩下10分钟的时间了 而传送技能的冷却设定 也限制了我的搜索范围 但一想到这世上一定还存在金色的书 我就不满足于只签约一个银色钳制的收集者 现在再去一个个搜索 无异于海底捞针 我拦住一名行人 询问现在所处的年份 时间竟然在地球毁灭前的5年前 5年前的今天 究竟还有哪些没有被聚光灯关注的收集者 这个思路也许是对的 首先映入我脑海的是被称为奇迹三人组的行者 分别是圣者邦桑 活验骑士全日犯 和剑之女皇将会赢 邦桑的身份一直保密 我现在时间所剩不多 找不到她 全日犯人还在漂亮 也鞭长莫及 那么只剩下最后一个 剑之女皇将会赢 毫无疑问她也是三人中最强的女 有采访称她在职业生涯早期时分身 是否传送 我点击确定 下一秒 我出现在了一处低级公寓宿舍 这真的像剑之女皇该住的地方吗 只剩下四分钟 一个吃泡面的宅女身影映入我眼里 我犹豫着问道 你是 收集者江慧玲女士 她转头看向我 下一秒惊慌倒退 手中的背面差点洒落 你是谁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快出去我要叫警察了 然而我却置入我 一动不动 只因为她头上的书籍 赫然是金色 终于找到了 谁能想到这样一个气质出套的四眼宅女 竟然是后世里令人闻风丧胆的剑之女 我是天体公司分配到地头的讲述者 来这里是跟你签合同 她则是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 真的吗 下一秒她的表现就连我都忍住 究竟是不是找错了人 你真的是找我签合同的吗 我再次给予她确定的答复 她反而小心翼翼的开口 可是我的能力很差 甚至不会战断 这些废话都是谁告诉你的 周围的人都这么说 所以我才会考虑放弃做收集者 而选择考试做一名公务员 我意识到她可能还没有发现自己的态度 那么住在这么糟糕的环境就可以理解 他们说这些话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你有多么伟大的 我鼓励着她 我是一名讲述者 是位神灵编写故事的人 难道我的话不比他们更值得信任吗 见她仍然有些自我 我再次激励 我会帮助你释放自己的情意 让你成为最强的收集者 你要做的只是在这里签名 看着时间只剩下16秒 我心里暗暗捉紧 但是 我的笔呢 我找不到了 如果在这里功亏一块 还好我早有走 在这 我心里暗暗催促 快点 再快点 在任务实现只剩下最后两秒时 合同终于签订 系统提示 任务第一阶段完成 你已被提升为正式员诺 我在死前发过誓 绝不会再让自己不后悔的生活 因为死亡来临的那一刻 我心中却没有愤恨 只有遗憾 我不是要逞什么英雄 只是受够了这无能为力的生活 但我毕竟不是主角 只是个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掌控的配角 最后无法改变什么 也是不无意外的吧 人生啊 原来竟是一条又一条 未竟知智串联起的旅程 我可求再有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尽我的最大努力 爬到最高的那个位置 这样平凡如我 也就不会再仰望别人了 那样我应该会为自己感到高 虽然没有预料到 自己会转世成为角树 但我一定会尽最大努力 活动的方式 我期待着以后的合作 江惠玲小姐 剑之女皇江惠玲 因为她的高贵有传言说 她出生于富裕家人 但没想到这么语众多 她也怯生生地说着 请多观状的话 我从她头顶拿过金色书籍 下一刻我差点几乎出生 竟然有三个主角色天赋 高丽时代的剑神 身剑合一 未觉醒 天剑之路 未觉醒 其中一个天赋 甚至与传奇英雄 主要死亡 全部都是排名前三的主角色天赋 这还是没有唤醒 其中两个天赋的天赋 如果全部唤醒 那她的实力绝对不止剑神 她怯懦地问道 天赋是不是真的很差 你可不准跟我解除合同 不然我连房桌都要付不起了 未来被称为人类最强的剑制女皇 本次将迎来她职业生涯的首秀 牛逼 可我们也比漫天神明更早见到这一画面 此刻她却还只是一个陷入自我否定的新手 这么强的她为什么会要自我否定呢 究竟是谁告诉你天赋很差的 周围人都这么说 你没有告诉任何人你的天赋吗 她则表示在基础训练时 就被告知不要告诉别人自己所拥有的天赋 况且这个天赋的名称 说出来也很尴尬 我满脸黑线 高丽时代的剑神 虽然韩国的历史 确实从来没有过举世闻名的剑客 但这个称号背后所代表的那个英雄 却是拥有鬼神一般的实力 这个不知道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天赋 她却一无所知 任务 入职仪式 恭喜你晋升为全职员工 请参加入职庆祝仪式 备注 此任务不可拒绝 完成奖励 是完成情况而定 是否确认立即开始 看着创世纪系统弹出的任务提示 我只能先放下这边 江小姐 我这边有事处理一下 时间看起来恐怕不会很快 对了 你用什么武器 它指向角落的盾牌 你使用的是盾牌而不是武器吗 虽然我没有任何战斗天赋 但我力气很大 所以我觉得带上盾牌去前线 应该会比较合适 还有基础训练时 教练曾推荐我用销 因为它距离很长 容易确保自己的安全 所以这个江惠灵 她选择了所有的武器 唯独没有用剑吗 我把盾牌甩给她 吩咐她把盾牌换成剑 然后到一个空旷的地方练习 我不再当了 立即点击确认接受任务 在我离开之后 她终于还是拿着一柄长剑 忐忑地步入一间空旷场地 我只是这样子晃来晃去 真的能学会用剑吗 毕竟我以前从来没有练习过 下一秒她还是将长剑挥砍起来 江悠贤 你应该动直截了当的 这 这种感觉 她竟然瞬间就感觉 手中的长剑无比熟悉 挥砍之间如臂失指 在她专注练习之际 我也再次传送而来 这次入职花费了比预计更多的时间 先确认一下她的进展如何 即使没有任何人叫过她 她挥剑的姿态也很稳定 绝对没有人能猜到 她是第一次用剑 所以这才是她被称为 剑之女皇的原因吗 我不忍心打断她的专注 不过还是被她察觉了 正在我在向她致前致时 系统提示再次想起 任务 致全体员工 入职只是第一步 现在你需要搜集所需的一切 创造你自己的故事 目标 创建个人图书馆 长期任务 实现 失败 一个升职任务吗 江惠玲也好奇地凑过来问我在做什么 我想建立一个图书馆 这句话却让她惊讶万分 因为建立图书馆 是讲述者要做的第一件事 可是你的表现完全不像一个先手 我们是契约共生体 对你撒谎没有任何好处 此时我盯着输入图书馆名称的窗口 我应该想一个什么名称呢 翻看一下图书馆文端列表 3S等级故事收集者 故演是自己实力太强的收集者 战斗力999位数的收集者 可恶 这群标题党 我也要起这样难看的名字来 你能注意吗 我随手点开一个 但这情景与其说是图书馆 却更类似直播间 直播画面中的收集者已经回天乏力 而观看的神灵也不断地吐出各种负面评价 这就是为什么一名讲述者 必须签约一个优质收集者的原因 命名的考虑先搁置 我先把其余的部分处理好 系统提示 任务完成 已创建了一个图书馆 可以随时移动到观察室 江惠玲小姐 你现在准备好挥舞一下自己的剑了吗 不懂的回答 我再次发动传送 面前出现的传送门 是以传说 神话和故事为原型 搭建了精神世界的入口 讲述者的任务便是编写故事展示给神明 但每个神明所喜欢的故事是不同的 这也是故事类型如此之多的原因 但即使如此众多 也有一种最吸引人的类型 就是英雄传奇史诗 所以现在我将要将它打造为英雄故事的主角 我能做到吗 我再次给予肯定 眼前这座矿洞是狗头人副本 他们以凶残嗜血而闻名 我输入图书馆名称 英雄史诗 开放图书馆 下一秒三个熟悉的ID进入了我的直播间 是刚刚在另一个直播间里疯狂嘲笑的那几位神明 我不动声色地说着欢迎的话语 他们刚进入就又开始嘲讽 看起来光看过一场败王还没有让他们满足 仍然期待更多的鲜血 江慧玲小姐 我现在要去观察室展示你的故事 接下来的战斗就靠你自己了 她立刻流露出不自信和恐惧的神色 不用担心 只需要像你之前训练时挥剑就行了 昏暗的矿洞犹如责人而逝的深渊 表情凶狠的狗头人从阴影中缓缓走 相信你自己 你一定可以 她仍然本能地想要求助 但我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 恐惧 在她的心底蔓延开来 狗头人立刻发起了进攻 她匆匆躲闪 此时已经将所有的训练全部抛在了一边 但下一秒躲闪都急得她摔倒在地 痘大的泪水在她的眼眶打转 即使做过很多心理准备 但直面死亡的恐惧仍然直击心灵 好可怕 我会死在这里 直播间的神明纷纷表达自己的不满 言语里满满都是幸灾乐火 要逃 我必须逃离这里 但过往的回忆却还是忍不住浮现在脑海 瞧瞧她的样子 真摔啊 就是她吗 只有蛮力的那个人 就连天赋都看起来毫无用处 治疗是会更好 如果你不能和讲述者签订合同 那和平民又有什么区别呢 不如去考工地缘 所有的嘲笑和指责纷纷涌向她 她不禁有些失神 我确定要一直这样活下去吗 永远活在别人的否定中 如果我从这里逃走 那就证明我真的只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 那样的话 我也永远都没脸面对江又贤先生 我不愿再过原来的生活 所以不论我会面对什么 这次我绝不会再逃 此时在我的观察室里 江慧玲突然就那样一动不动 就算是面对狗头人致命的攻击也没有任何反应 赶快躲开啊 然而下一秒 她竟然格挡住了狗头人的攻击 泄力 颠簿 漂亮 迅捷无比的斩机 直接撕裂了狗头人的身体 她发挥了远超训练时的实力 最锋利的箭 果然就应该绽放在战场之上 直播间一片瞠目 她用箭的方式 已经步入正轨 死亡的狗头人尸体泛起点点光亮 慢慢汇聚到她的身体 已获得了七弟纳尔 她欢呼雀跃 为自己的胜利兴奋不已 但此时战斗远远没有结束 更多的狗头人扑来 而她的精彩表现也开始慢慢得到神明的认可 纷纷打赏 我也安安为她打起 还有更远大的前途在等待着你 不要在这里停下脚步 短短一个小时已经聚集了15位观众 而这样的成绩也惊呆了天体公司的高层 她怀疑背后有部门推手 但点开的个人资料里显示我是新手 一定是用了什么卑鄙手段 她迫不及待点开了直播画面 但下一秒就被江慧玲的表现惊呆住 没有穿任何防具 也只是手持最普通的白板武器 在她的职业生涯里见识过很多收集者 但江慧玲的表现绝对是最强的 而且她还发现随着战斗推移 这个收集者还在明显进入 江慧玲确实很快就适应了自己的听识 剩余的狗头人也开始纷纷逃走 作为初次登场的心愿 诸位神明 她的表现可令你们感到满意 神明纷纷表示不敢置信 并慷慨地赞助点数 但别急 她能做得远远不止置信 每一个这样的精神世界都存在一个边界 只要不踏出边界 稳定地刷怪 就能实现来源不断的进展 这是收集者之间默认的前规则 这样的精神世界可以通过完全清除的方式 来让它们从现实世界中消失 但每当一个精神世界消失 就会在蓝星的某处出现另一个新的 而新的精神世界比现有的而言一切都是未知 危险系数自然也会增加 所以没有收集者愿意踏出边界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 收集者们不断重复这样的这故事 最终终于使神明失去了关注的兴趣 于是神明为了催生新的故事 世界末日最终降临 我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结束的 所以这一世有些规则必须改变 鸡蛋从外部打破是食物 而从内部打破是新生 此时江慧玲也是刚刚热身 一脸意犹未尽 我鼓励她继续前进 星空这片精神世界 她担忧的问这样合适吗 毕竟从来没有收集者这样做不 如果有人问起 你就说是我强迫你这样做的 况且看你的样子也不想在这里停下 有那么明显吗 自信的神色开始爬上她的眉梢 她在享受这种感觉 主角永远不会停下她的目标 这就是英雄故事存在的意义 江慧玲拔击而起 冲出边界 这令直播间突然沸腾了起来 所有神明毫不吝啬自己的打赏 我的直播间排名不断上升 剑之女皇边年史 英雄史诗 观看人数 二叔 她一路向下 背后留下满地的怪物尸体 做得非常好 我们已经来到了矿井最深处 满身杀气的她连我都觉得有些畏惧 但下一秒她转向我的时候 就又是天真烂漫的模样 休息一下吧 能走到这里 依赖的是她的强力天赋 但她的身体依然不够强壮 耐力训练必须提上日程了 这里是最后一关了 之前逃跑的所有狗头人也都在这里等她 恐怕他们中间也还会有首领的存在 战斗的感觉如何 她满面笑容 太棒了 她头上的树颜色也更深了一些 我确定今天的成就 一定让她的人生价值提高不少 还要继续前进吗 如果你愿意可以在这里就停止 如果她的回答出现任何的犹豫 我就会立刻劝说她放弃 但她下一秒就拒绝了我的体 并且还表现出比我更急切的 想要完成这件事的意愿 清除精神世界的方式有很多种 最简单的一种方式是突袭 也就是清理掉所有的狗头人 但在那之前 必须先处理掉他们的首领 听到我的解释 江慧林立刻就打算开始行动 但我再次拦下了她 你不会打算就拿着这样的武器继续去战斗吧 她随时可能在战斗中折断 我打开商店面板 我们已经赚取了很多点数 所以我提前就选好了最好的剑 她可怜兮兮的看着我 没有折扣吗 只是买下武器就耗光了所积攒的全部点数 她也只能将所有的怨气 全部转移到这些狗头人的身上 都是因为你们 我的剑断了 全是你们的错 你知道我为了这些点数有多努力吗 清空购物车的女人究竟有多可怕 在狗头人被怨念的女人盯上的烂车 他们就已经死定了 谢 提示 你已经清空了安达尔山脉的狗头人 太棒了 我从来不知道蛋糕会这么好吃 战斗过后我们又收集了一些点数 所以才能负担一顿大餐 你的反应过激了吧 像你这么吃下去能吃一整天 真的吗 我真的可以吃一整天吗 这取决于你怎么使用自己的点数 如果你因吃蛋糕而发胖也是你自己的责任 这么说很不礼貌的对吧 你知道我的天赋来历对吗 高丽时代的剑胜 我停下手中的动作 那确实是一个鬼神一般的男人 翻译服役 感谢点赞关注支持 下期精彩继续 她只是个刚踏入战场的新手 就使出了剑气攻击 这直接惊带了围观的神秘 别的角色都是靠购买来获得这个技能 她则是完全靠领悟开发的 真是难以置信的天赋 剑制女皇又将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高光时刻 高丽时代的剑胜是她的第一个主天赋 这个称号背后所代表的那个男人 本是边境的一名低级武官 却独自一人偷偷爬上了女真部落的城墙 将所有敌人一扫而空 她不仅在这场战役中击杀了上千的敌人 而且在面对敌方又多出十倍人数的围攻时 再次冲入敌阵 将他们斩杀殆尽 这些都是她一人一见完成的状况 她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 所以被后世冠以高丽时代的建设 但之所以她在历史书中默默无闻 或许与她那令人提起就觉得羞耻的名字有关 她的名字总是直指某个不以领会的部位 但这并不影响这个称号所带来的事 在这个神灵注视的时代 如果你问一个主角最重要的是什么 所有人都会毫无疑问地回答是实力 但如果你问第二重要的是什么 那么答案就将是五花八门了 领导力 生存能力 都可以是 但以我后世生活的经验总结 我会说 是形象 当将会灵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直播间时 所有神明都瞪大了双眼 她的基础很好 只是平时不怎么装扮 而且为人也过于损 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戒掉那些傻笑 把自信高傲的形象演出给观众 现在 在你进入精神世界之前 你需要把这些吸收了 这是我之前购买的故事原型 可以让角色直接吸收为自己的技能 分别是 耐力忍兽 拥兵全系基础剑技和生存常识 极限感知 她的天赋缺势顶尖 但这些实用的基础技能也同样必不可少 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新奇 像是刷新了什么 普通的收集者能融合两个技能就不错 但这好像还不是她的机型 谢谢 不过这些技能是用谁的点数买的呢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我立刻转移话题 快点 我们该为神明奉上一场精彩的表演 克里特的迷宫 至今还没人通关的副本 不仅是因为过于复杂而让人止步 更是因为所有人还没搞清楚她的通关方式 这里一切都很荒凉 附近还全是没有完全腐烂的收集者尸体 我拿出一卷线轴交给她 在预言中 克修斯曾经使用线轴走出过困扰她的迷宫 所以这毫不起眼的小物件 反而能带来大帮助 我传送回观察室 只是刚刚开播观看人数就增加到了100 里面甚至还有一些别的讲述者 他们试图从一个突然走红的创意里挑战吗 那如你所愿吧 今天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些观众变成长期粉丝 画面中单独行动的江慧玲 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惊慌失措 恐怕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其实她的毅力也远超一般的收集者 迷宫中露出了一丝光亮 在她失神的一瞬间 强壮的牛头人就突然发起了进攻 我提醒的话还未脱口 她就已经摆好了战斗姿态 尘土飞剑中一道绚丽的剑光闪 她自信的神色出现在屏幕中央 今天的晚餐是牛头汤 直播间的神明纷纷向我询问牛头汤是什么 这个梗确实不好解释 牛头人比狗头人强大太多了 他们的皮肤又厚又结实 所以无法直接拿下 理想的策略是边打边退 等到他们体力耗尽时 再解决战斗 但激战中的江慧玲 明显没有在听我的指挥 她弹跳于墙壁之间 如同细灵一般在牛头人身上增添窗口 她仍然没有放弃用蛮力进攻吗 下一秒她站立在原地 点点的荧光浮动在剑人周围 这是 她已经学会剑气了吗 剑气又被称为剑光环 将自己的气注入武器 是达到一定阶段才能使用的技能 但大部分人都不是自己学会的 而是通过购买故事来获得 她竟然不依靠外力 就开发出了剑气技能 多么可怕的天赋 刚注武匹的剑气 洞穿牛头人的头领 她引以为傲的防御 在这样灵力的攻击下不值一提 厚重的身躯重杂落 我甚至根本不必做什么 直播间的订阅和打赏 就在不断计划 而这次江慧玲也发现了不对 虽然清理了牛头人 但这片精神领域仍然没有消失 在我的前世 一样有很多人试图清理克里特迷宫 但他们都失败了 因为他们没有找到正确清除的方法 直到有一天 一个名为拉比林索斯的收集者 清理了这片区域 才终于让我知道了清除方式 而这个方法就是 逃出迷宫 这是一个依据希腊神话 而创造的精神事件 天才工匠戴达罗斯 建造了这座迷宫 但即使是他自己 也无法从这里逃出去 而使用线轴的方法 就是戴达罗斯告诉特修斯的 但这只能让你返回迷宫的入口 却无法逃出迷宫 暴怒的国王一气之下 将戴达罗斯和他的儿子 一并关进了这座迷宫 戴达罗斯清楚自己 也无法从这个迷宫里逃脱 但直到最后 他还是找到了方法 逃出这座迷宫 真正的出口 其实是在上面 你注意到散落在各处的羽毛了吗 江惠林瞬间激动起来 我知道了 他是个行动快于思考的人 不到片刻就收集了一堆羽毛 而当他将羽毛抛向天空时 一双洁白的羽翼突然出现在他背后 恭喜你 江惠林 你获得了一卡洛斯之意 等级 罕见 你可以每天拥有一次使用权限 你完成了迷宫的隐藏任务 此刻的他整个人都处在兴奋之中 暗暗感慨 我多么幸运啊 但更应该感谢的 是你 江又贤先生 系统提示 令人难以置信的壮举 你独自清理了精神领域 获得四千蒂娜 回到了他原来的宿舍 他仍然沉浸在翅膀的兴奋之中 你觉得怎么样啊 江又贤 棒极了 不是吗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收集者了吧 我现在很漂亮吧 你知道我的长相甚至能打动神灵 你现在的样子只是假装对吧 你心里其实爱我爱得要死 停下你现在的动作 除非你想被打 我制止了他 别冒傻气了 你没有想过晋升为更高阶的收集者吗 你现在还是收集者协会里的九级收集者 无论是提高权限还是收入 都必须进阶 当他听到进阶可以赚到更多钱时 他顿时眼冒金光 急不可耐的想要立刻飞去协会 停下 不要把你的翅膀用在这种市场 而且如果我放他一个人去收集者协会 他一定会被那帮老油桃吃干抹劲的 翻译不易 感谢点赞关注支持 下期精彩继续 做打工人难 讨薪更难 堂堂收集者协会竟挽起了欠心 协会总部虽然设置了清理精神世界的奖励 却根本不愿兑现 只因为追求安逸的思想已经腐蚀了所有人 他们根本不想做出任何改变 虽然精神世界的怪物如果不及时清理 就会影响现实世界 但收集者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 却只愿意待在安全区稳定的刷粉 正是这种消极的行为 使神明失去了关注的兴趣 最终世界毁灭 但两世为人的我 却感觉到这一切的背后 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暗中操控 他利用了群众短视懒惰的本性 宣扬稳定发育 拒绝深入精神世界和真相的本质 对来自未来的风险视若不一样 所以当我和江惠玲走入协会 要求兑现清理奖励时 才会受到在场所有人的怒目 因为清理精神世界是无限力的行为 递交申请之后 我们就被要求在大厅等待负责人的出路 周围嘈杂的议论也不礼貌地响起 无一例外 全是指责 在这样的境遇下 我很高兴看到江惠玲的表现还一切OK 但等待的时间却意外地久 直到一个挑衅的声音终于在深前响起 你们两个骗子 一个酒节收集者清理了一个精神领域 别开玩笑了 我并不想理会这样的挑衅 但他却有些不依不仍 很抱歉但我们并不想拎你 听到我的回答 他反而更加恼目起来 你是谁 一名经纪人 如果不想被揍 就现在滚出去 奇怪 好歹这里也是堂堂收集者协会总部 如此大的骚动 竟然直到这时都没有人来出路 这些协会高层 就这么喜欢躲在背后乐见七成吗 我仍保持礼貌 但在退让就不合时宜了 我更喜欢称呼自己是他的同事 你最好小心一点 因为他有时候挺凶的 大汉的面上有些挂不住 拳头便要向我回来 但刚到半路 他的手臂就会将会灵捉住 200公斤的躯体 竟然被被摔了过去 周围人皆不可置信的 更大了双眼 而壮汉更是满脸猛逼 速度好快 而且那么纤细的身体 竟然拥有这么强的爆发 他不幸邪的再次冲上了 骨骼错位的声音响起 他瞬间就又被缓制 这下大厅完全安静了下来 一个七阶的收集者 竟然输给了九阶 壮汉仍不死心 他发动了技能空中一数 这能让他的跳跃力被更 但下一刻 更大的身体杂落声 从地板传来 江惠玲竟然领悟了重体数 这能利用内气极大的 提高他的体重压迫 周围围观的视线 也让他修红了脸颊 但手上力度却毫无松懈 他的进步比我预计的 还要迅速 现在 无论背后那个人是谁 该出现收拾残局了吧 下一刻协会的安保人员 走进了人群 他们果然是在旁观 等一个合适的干预时机吗 收藏者协会 跟前世的风格 真是别无二指 为首的中年男子上来 就先各打二十大板 我反问道 你是这里的负责人吗 得到对方肯定的回答 我才继续的 我们并没有惹事 这只是一些细微的意见分歧 我们只是逮捕了一个 因善意而制造麻烦的人 你看到了 这是自我 毕竟壮汉挑衅在先 所有人都目睹了全过程 所以他不得不放下身段的 看起来是我误会了 不好意思我道歉 我再次问道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 领取清理精神世界的奖励的 请问负责人在哪里 对方再次请求谅解 并表示这些事情由他负责 但却提议单独商议奖励的事 我们随着他的脚步走向那时 但我知道真正的交锋才刚刚开始 他头顶的书籍虽然只是银色 但依然是一个难缠的对手 而且就他刚刚表现出的 判断形式见风使舵的本事 并不是出自天赋 而是来自于他身处高位累积的经验 这是一只老狐狸 简单的寒暄过后 他自然再次质疑了 将会灵清理精神世界的事实 但堂堂收集者协会 不会连这些情报都收集不到 他只是在故意施压 并且明知顾问 所以你们想要从这里得到什么 我心里清楚这就是他们的处事方式 永远把问题抛给对面 你的话真是奇怪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索要应得的奖励 还是说你根本不愿意致富呢 与老狐狸对话拐弯抹角是毫无意义的 因为他们不仅擅长如此 而且更乐于对方进入自己的经验领域 对他们而言 那只是一种浪费时间的无用消遣 他表示自己无权单独做出奖励决定 我打断了他 所以你把我们叫来 只是为了告诉我们 你根本没有权利做决定吗 他回答 很抱歉 但事情就是这样 官方又无趣的回答 他们总是既抱歉又无力改变 我单刀直入 请恕我直言 我认为协会根本不愿意致富 本该属于我们的奖励 让我们停止这无意义的互相试探吧 重要的是你们根本不愿意致富 每清理一个精神世界 就会出现另一个新的 所以协会和收藏者都更乐意维持现状 我的话直接戳穿了真相的痛楚 而且我不留情面的态度 也多少刺激了他 他终于有了一些坦诚 你们难道不知道 你们在这种默认的潜规则里插了一脚 现在这样难道不好吗 一个新的精神世界 便意味着需要更多的人力和资源去分析 维持现状就是为了保证 收集者珍贵的生命 如果我们按你说的 清理了精神世界 你能对这些死去的生命负责吗 他终于流露出正常人该有的愤怒情绪 而不再是一架冰冷的管料机器 我也距离反驳 精神世界存在的意义 就是为了给神明讲述故事 这是身为收集者的核心价值所在 我们只是在履行自己身为收集者的职责 多么奇怪的逻辑 我们清理了精神世界 来拿取自己应得那份奖励 现在你们不愿意兑现奖励 却还要我们承担死亡的责任 人死在清理精神世界的战场是一种悲剧 但这种悲剧取决于他们的命运和能力 我虽然为他们的死感到难过 但却不必为此承担责任 部长终于忍耐不住派尔琴 注意你的言辞 我们在谈论的是生命 不要因为你自己还活着就如此轻视他 也不要因为与你无关就如此肆无忌惮 人们生活在危险之中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一切都不改变 人们生活在危险中 我不由回想起前世的场景 多么可笑啊 逃避了清理精神世界的责任 狗安就能够避免灭亡的命运吗 死在战场上的收集者是可悲的 但世界末日到来后 谁又能算清最后死了多少人呢 仅仅因为害怕战场 便选择逃离他 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这个世界的收集者已经腐朽 为了自己的安全 那些不挑战自我的都是懦弱 我们就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才采取了行动 那么现在问题已经很清晰了 部长崔仲武收起了笑容 看起来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两路人 没有必要彼此说服 但你们绝对无法从这里拿走任何东西 图穷比线 你们从一开始就该料到这个结局了 抱歉 这个社会的运作方式就是这样 任何不愿意遵守规则的人 都不会有好的结果 不管你们做什么 事情不会有任何的 事已至此 话已严禁 所以最后还是要靠强硬来达成目的吗 我质问他 你这么做就不怕别人会怎么想吗 两个无权无视的小人物 竟然威胁身处高位的他 他冷笑道 后果 凭你们两个又能做什么呢 这里有什么其他人 下一秒他的笑容将在了脸上 我直播间的画面设置了全员可见 现在我重新自我介绍一下 江又贤 一名天体公司的讲述者 他所有的表现都暴露在了神明的注视之下 崔仲武满脸冷汗 内心惶恐不安 是什么时候 我所表现出的谦逊有理的态度 和娴熟的谈判技巧 都让他以为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经纪人 毕竟讲述者都高高在上 不会愿意平等地与人类相处 他是一开始就以这种发展为前提来预定措施的吗 这个可怕的年轻人 如果协会的形象受损 如果不好的传闻从神明之中散播 那么部长的职业生涯也会宣告结束 快想一个办法 一定有办法解决现在的处境 谈判的风向逆转了 我敏锐地捕捉到这个讯号 但崔仲武的表现比我预料的还要聪明 他主动承认了错误 并且揽下了所有的罪责 我暗自遗憾 如果他更傻一点 但凡失口否认 我就能从赔偿金中再赚一笔他 听到他承诺会兑现清理奖励 并且会为自己的无理额外支付赔偿时 我也询问起直播间的神明是否满意 大部分神明都表示了慷慨 但依然有个别神明表示必须严惩 这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毕竟众口难调 我毫不留情地屏蔽了这些发言 很好 现在同意率百分之一百 我想我们达成了协议 你不用这么紧张 我还想你能帮一个小王 帮我找一名叫做崔道远的收集者 现在大概18、19岁的样子 身高应该是184厘米 虽然不愿意承认 但他确实长了一张明星脸 有消息的话可以通过创世纪网络通知我 如果说其他特征吗 那就是粗辱的要命 刚踏出收集者协会组 江惠玲就大大松了一口气 如此长时间地表演另一种形象 确实让他累得要命 但身为一名公众人物 这是必要的 我内心地给他画着大笔 但下一刻创世纪系统的讯息响起 我让他安静等候 然后传送到了半空 一个山羊湖的男人正在等待着我 他奉五角兴奋部的阿贝尔之命拉拢我 但他刚见面就摆起了长辈的架 先是故作姿态赞扬了我的进步速度 然后又贬低我身为新人的生存价值 一个职场老油条 花费良久才透露了他自己的名字 金鹏 我有些烦到了 我不会加入的 你怎么敢这样跟一个前辈说话 我回答道 请你回去告诉所有讲述者 我永远不会加入任何一个部门 如果想让我就范 他最好自己来 金鹏抛下一句威胁的话匆匆离开 刚刚入职就四处树敌虽然不是良策 但如果表现不够强硬 这些打扰也只会没完没了 现在该做正事了 我需要给江慧玲找一个职业经理人 我知道有一个专属于他的副本 他将在那里觉醒全部的天赋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他变得更强了 翻译不易 感谢关注支持 下期精彩继续 只是敲响记忆中熟悉的房间 我的脚步就止不住吃出 这是我前世最信赖伙伴的地址 但我们今天还素未相识 他究竟是生是死 还是秉性以大不相同 而当熟悉的面容映入眼帘 却让我一瞬间有些失神 真是恍如隔世啊 他是前世唯一认可我的人 最后却因抗命而死于队长之手 直到他用死亡诠释自己的坚持时 我才明白他随和的外表之下 究竟隐藏着多么刚烈的灵魂 在末日开启之后 白秀莲凭借他出色的决策 智慧和人格魅力 成为了带领几百人的百花队队长 这个才华绝言的管理天才 不应该如此草草收场 但既然我这次得以重生 势必要让他发挥自己的价值 虽然现在我们还仅仅是初次见面 但我十分确定他一定会再次成为我并肩的伙伴 我顺着记忆中的地址 找到了百花管理公司的门面 但就连江慧玲都忍不住怀疑 是不是找错了地方 这里更像一座贫民窟街道 不像是金牌经纪人该住的地方 我们现在是声明确起的新人 已经拥有了挑选经纪公司的实力 当我敲响房门之时 熟悉的回应竟令我有些耻眼 白秀莲仍然是记忆中的样貌 但此刻毫无建树的他多少 还带着一些腼腆 这是一家小型的经纪管理公司 目前所有在职的人员只有他一个 但听到我们想要跟他定例合同之时 他却没有丝毫切场 一个时髦又声明确起的新人 竟然要主动加入他这间 岌岌无名的小说法 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运 足以又是一个普通人事态 此时他自信的底气 是他曾在著名家族工作过的履历 当然还有他厨师 汉宫和一照驾驶证的技能 用他自己的话说 即使做不了经济这一行 总不至于会饿死 没有从领队手中救下他 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遗憾 现在的他与我所认识的并无差异 我示意正做的江慧玲 在这里可以不用演戏 这立刻使他大松了一口气 这前后的反差 使白秀莲惊掉了下巴 但他立刻就适应了这一点 我能看得出 他是一位有超能力的收集者 不过你是 我示意他不妨猜测一下 他仔细的思索起来 如果你也是一名收集者 那就没必要跟他 一起来找经纪公司了 你也不像部门和其他同好 所以你是一名讲述者是吗 他竟然一下就猜出了我的身份 连收集者协会的部长 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他的眼光还是一如既往的吸引 他再次补充 其实如果仔细观察的话 讲述者还是与一般人不同 你们身上有一种气场 使你们看起来不属于这个世界 他也知晓讲述者 是为神明讲故事而特别的存在 合同在愉快融洽的氛围下签订 我忍不住问道 白秀莲小姐 虽然这很唐突 但请问一下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因为前世的我曾问过他同样的问题 他的回答如同跨越时空一般一致 我想挣很多的钱 听闻此话 我竟又有一瞬间的试神 他还是老样子 嘴里说着要挣很多很多钱 但最后还是为了毫无价值的正义而现身 从这一点看 他和江慧玲可以相处如此愉快也说得通了 走出百花管理公司 江慧玲也忍不住 向我感慨他们两人之间的一见不顾 我真的想知道 他不会是前世就跟我是好朋友吧 我不置可否 但心里却是安安肯定 后勤安排妥当 第二天我就带着江慧玲再次踏入精神领域 此时传送门前已经集结了几十名不同的收集者 江慧玲的出现也引起了一阵小骚动 因为他不仅一周内就从九阶升到了七阶 而且还独自清理了四个精神事件 收集者已经把他当作害虫看待 这次准备进入的收集者数量远超以往的规模 他担忧地向我询问 是不是传送门里的危险远超以往 我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这是一个特殊的传送门 他每三个月才会开启一次 而且如果失败了以后就再也无法进 江慧玲小姐 你成为收集者的原因是什么呢 不等他回答我继续说道 是为了成功 对吗 我虽然是一名讲述者 但我的目标也是一样 我也想成功 想爬到比任何人都要高的位置 这些目标可能是基于自私和欲望 但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坏事 但是一个不成熟的渴望只会毁了你 如果你真的想要一件东西 就无论如何不应该放弃 即使是骨肉摧折也不应该放弃 你有信心做这件事吗 江慧玲额头冒汗 他从未思考过这些事情 毕时不知如何回答 正在这时 传送门开启的嘈杂声传入耳中 我收起目光 不用立刻就回答这个问题 随着传送门的引入 我们出现在了一座古城墙之上 闭眼望去 密密麻麻的人群遮蔽整个视线 硝烟与战火的烧灼直冲口地 所有收集者皆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屋 一个古代战场 规模无法技术 士兵们紧紧俱拢的防线 不要让他们冲过去 杀光这些奥斯曼帝国的混蛋 绝对不能说 震天的喊杀声响彻云霄 鲜血和残肢共舞成一片鬼神的恋云 这份冲击竟让我回忆起前世的战场之上 也是同样的绝望 我甩开这些思绪 我绝不允许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前世的我只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后勤兵 只能静静地看着收集者们为人类争取一丝垂帘 但这次我有了掌控命运的力量 我绝不会让世界再次陷入同样的末日 翻译不易 感谢点赞关注支持 下期精彩继续 一千人对战十五万人 这本是历史真实存在的一场必输的保卫战 也是主角面临的最危险生死时刻 逼入险境的他觉醒了强大的天赋 仅靠一己之力就拉动了战争的天平 此刻城墙下方的人头攒动 超过十五万奥斯曼军队参加了这场围攻 而防守方的兵力只有区区的七千人 前世的剑织女皇在这场战役中觉醒了最强大的天赋 所以参加这场战斗 对于唤醒她的潜力而言是必须的 但看到那密密麻麻一望无际的军队身影 仍然让人忍不住怀疑 这是否只是一场必死的战局 五十多名有超能力的收集者进入了战场 但以这个规模估算 五百个名额只怕都是杯水车星 他们不约而同选择了这个精神世界 只是由于这场战斗有不下于两千名神明观看 这对于展示他们的实力而言 没有比这更好的舞台了 我告诫着江慧玲如果最后我们要选择撤退 也务必表现出积极尝试的态度 因为在我看来 清理这个精神世界也是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 前世的剑织女皇虽然坚持的时间最长 但最后也还是失败了 现在的他比前世里那个时段的他强了很多 所以这是一次值得尝试的机会 蒙虎心中无勾合 怂比面前权势看 君士坦丁堡战役是东罗马帝国的覆灭之战 他代表了中世纪时代的终结 这场战役的规模和历史意义都可谓空前绝后 欢迎你们 各位雇佣兵 就在收集者之间互相寻求援手之时 一道沧桑严肃的声音打破了忌计 我是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 康斯坦丁帕莱奥古斯 我向聚集在这里的勇敢的雇佣兵们表示感谢 众人皆向他投去了惊诧的目光 因为在他们看来 东罗马帝国也好 这战场的一切也好 都只是神明为了编织故事创造的幻想 江惠林也听过这些传闻 但实际看到康斯坦丁站在自己面前 那略显歉意的神态和疲惫的语气 一切都在提醒他这是如此真实 嘈杂声打破了皇帝的质疑 围攻开始 系统提示 保卫城堡 赢得战役胜利 你只有一次机会 东罗马和苏丹的士兵绞杀在一起 各个收集者也一起跃入战场 只是一轮强力的技能输出 就肃清了一条战线 这不禁让收集者群体心中一息 纷纷加大了攻击力度 此时的苏丹军队在他们眼中 就像不断行走的积分点 就在战场局势转向有力之时 随着时间推移 猛攻的众人渐渐缓过神来 无论杀了多少人 敌方仍然是无穷无尽一般 此刻收集者都露出了疲态 但敌人的攻势丝毫不减 一些早早就拼尽力气的人 被瞬间淹没在人海之中 检员开始不断增加 讲述者们比他们的签约者 更早发现了不对 该死 他们过早地使出全力了 但战争的风向已经转变 事态脱离了掌控 我默默注视着江慧玲的直播画面 很高兴看到他一直还表现得绰绰有余 随着其他收集者的落败 更多的神明将眼光开始转向了他 观看人数已经渐渐突破至512 但即使是已经有意进行过耐力训练 他的动作也开始放缓了 这是一场持久的消耗战 剑之女皇绝对要比普通的收集者 更值得让人期待 如果你被逼入了绝境 你又会做出什么选择吗 突然战场一阵大的骚动传来 城墙破了 这对于防守方来说 绝对是最不愿听到的噩耗 士气大阵的苏丹士兵眨眼间就堵满了缺口 悬殊的兵力如果再无险磕首 所有人都清楚这是防守方的末日 这些雇佣兵 请把你们的力量借给我 只要有你们的帮助 我们就能堵住这个缺口 我恳求你们帮我保护我的人民 我的家园 江惠玲也匆忙大喊 没错 希望仍然在我们这一方 只要我们齐心协力 就能打退他们重组防线 但同伴的回应却让他惊讶万分 该结束了 我可不想死在这里 我也要放弃了 我可没想在这里冒生命危险 江惠玲仍在挽留 但其他人浑然不顾他的阻拦 这些士兵都是虚假的 那些人的战斗和死亡 和我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想留下送死 你就自己一个人去 江惠玲正在原地 静静地看着所有收集者 全部逃离了战场 心里犹豫 他们这么轻易就放弃了 每个人都是为了 自己的利益和目标哦 我又该怎么做呢 此时皇帝康斯坦丁的发言 再次响在耳边 欢迎你们 各位雇佣兵 我也许现在看起来不像 但我确实是东罗马帝国的皇帝 我对你们的道来表示感谢 虽然想给你们 更好的待遇和欢迎 但是皇帝康斯坦丁 失望地看着逃走的雇佣兵 心里满满都是无能为力 其实我从一开始就知道 所有雇佣兵都会逃回 他们的真实世界 留下我们等死 在这无尽的地狱中 我已经轮回了无数次 但即使如此 我也绝不能停止战斗 一个末日已定的世界 其实我只是一个虚拟的存在 但我怎么能眼睁睁 看着同胞战死 如果这是我命中注定的结局 我也会努力抗争到最后一刻 此时皇帝的奋战 也吸引了敌军的注意 数道攻击齐齐落到他的身上 但下一秒一道强力的冲击 将一切攻击扫飞 东罗马帝国的士兵 正正地看着战力的江惠林 他为什么没有选择逃跑 这场战斗已经结局注定 他难道是传说中的圣女贞德 康斯坦丁震惊地看向他 所有雇佣兵都逃走了 你为什么要留下 我明明只是一个 被创造出的模仿品 那个真正使用这个名字的人 也许已经死去几千年了 江惠林严厉地打断了他的话 不 我不认为你们是虚假的 我认为你们都是活生生的人 这也是我留下来战斗的理由 康斯坦丁不敢置信地重复 你认为我们是真实的人 他忽然觉得内心深处 有什么东西在燃烧 内心的火焰灼灼 让他说不出话来 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悲伤 而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愉悦 这种认同他闻所未闻 这一刻他一切的坚持 才终于感觉有了意义 你是说我们的生活 我们想保护的东西 是真实和有价值的吗 但现在好像不是畅谈的时候呢 他的长剑抵挡在最前线 他的主天赋本就是 战鬼留下的杀招 最利于战场搏杀 一招仪式简单纯粹 但却总能绽放 最绚丽的杀戮之话 随着战斗的持续 他头顶的童书 也慢慢变成了银色 当前观众 八百 系统提示 江惠灵的天赋 高丽时代的剑胜已完全解锁 身剑和一部分解锁 随着厮杀的继续 气力不断消耗 他身上的伤口也在走多 鲜血四散飞剑 残肢与白刃共舞 这是一场绞肉机一般的战场 只有强横的实力才能生存 但毅力和耐力也同样重要 我凝神注视着他 手心也在冒汗 他在向我们展示 只属于他的战斗 最后一道防线正在崩溃 即使是做到这种程度 也还是不行了 江惠灵此时也在不断自问 为什么我还不放弃呢 为什么要坚持到现在 如果在这里死亡 一切都结束了 我不知道继续坚持的原因 但我总觉得 如果我在这里逃走 一些重要的东西 我就要永远失去了 我绝不接受 但手中的兵刃却越发沉重 举手之间一剑吃缓 下一瞬 一道力剑刺破空气击中了他 他缓缓跌落在地 早已拼尽全力又受重击 整个身体的力气都被瞬间抽走 苏丹士兵疯狂叫喊着冲锋而上 帝国卫队则是看到他倒下的一瞬间 就嘶吼着保护圣影 一道血肉铸成的人墙 横跟在双方军阵之间 江惠灵无力地看着一个 又一个士兵倒在面前 泪水疯狂在他的眼眶打钻 我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我以为这次我也能赢 现在我又能做什么呢 此刻的他显得如此无助 直播间的神明 也被这种悲伤气氛感染 但仍有一些神明疯狂 指责他的无能 我急忙将这些发言屏蔽 但数量太多了 根本处理不完 下一秒 整个直播间突然安静了下来 所有神灵都不说话了 我不敢置信地看着那一个源头 系统提示 从最黑暗的深渊中 微笑的人进入了直播间 看似简单无比的ID 却让所有神明晋升 但我却认出了他 地狱之王 撒旦 感谢点赞关注支持 下期精彩继续